好創下古民跟漁民 现在两个世界 古民今天一早都很嗨 那漁民现在确实是紧绷的 因为两岸局势正在升高 两岸局势在升高 而且越来越明显的增长是 中国是刻意的在这一次 抓到一个机会 要升高勤势 为什么要升高勤势呢 因为二号的时候 那天晚上 发生了大惊满巴巴 被他们架 勒索绑架 回到厦门去嘛 但是昨天呢 三号的晚上 大批的中国海警船 又到金门的水域 在金门的脚海域 那个是在金门的东北方那边 大概也离中国海岸线 十二海里之外 但是大批的渔船 过去驱赶我们在那边的渔船 而且非常恶霸的 直接呛吓说 你们不要命了 把我们那些渔船 架到赶快的立刻的闪掉 但是可以这么嚣张 而且不止如此 就在二号那天 我们讲过他们军机 切了澎湖的西南 这边绕了一次 已经很特殊了 结果呢 在目前军方也不否认了 在二号那天上午 在整个妈祖的栏杆机场 上空这次出现的 不是民用无人机 军用无人机 也在整个妈祖的栏杆机场上空 盘旋了二十分钟 所以他要刻意的这个骚扰 其实你会看到 这个迹象是他要升高情势 制造某种压力 而这种升高情势 制造某种压力呢 澎湖近海渔业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呢 也讲说其实这段时间 这个情势就越来越多 因为呢 他们只要出海去 从南到北 都是中国的海警船 后面还有军舰 所以其实中国在这个海域里面 要去闹事 要去扩大事端 看起来是非常明显的 然后这个到底 他们想要做什么呢 其实呢 中国海警 包含国台办呢 已经有出来讲了 其实他们认为说 为什么要扣掉大西满巴巴 他们说了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 违反了中国公布的 伏计休余规定 第二且进行的托网作业 而那个地方是他们 是中国规定 不准使用托网规定的 第三个呢 是他们上传扣押了 鱼具 鱼网的时候 发现那种鱼网的孔呢 太小 太小的话 就等于说 有些小鱼会被抓到 违反了中国规定 所以整个陈华兵还讲说 有关部门 将一相关规定鱼处置 你要知道 这里面的美感在哪里 他们全部用的是 中国的国内法 就是说 意思就是 台湾的渔民 受中国国内法的管辖 然后但是他们有一件事情 一直不谈 我们官方这边的说法是 有越界 因为11点海 但是他们绝对不谈越界 因为一越界就代表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同国 互不隶属 对 所以他们其实 你看这个里面的 政治上的攻防痛 政治上的攻防就非常的清楚了 然后接下来呢 从华兵海警船讲出的理由之后 后面呢更有个刑事你就知道 这件事情恐怕会越来越复杂 因为呢 全州海警局已经说 把我们扣去的两个台湾人 三个移工 已经送去刑事拘留 送到了刑事拘留 那如果是刑事拘留 根据中国的法规 他们呢可能会判到三年以下的一个徒刑 那这后面就变成是漏票 被他们于取于求绑在那边 然后事实上这样一个事件 就是扣船里面呢 其实呢 海巡署也公布了资料 在2004年 你就20年前 就已经到目前为止有三起 三起十七艘船 那三起十七艘船过去的时候 大概48小时之内都可以解决 一个呢就是缴罚款 缴了罚款之后 11艘就回来了 那另外还有六艘呢 是我们海巡署在中间的时候跟中国海警 做一个协商 直接就可以把船给带回来 所以你说这件事情在过去有没有发生 有 但是在发生的过程中 但是没有像中国这次刻意的 升高形势的这样一个处理 而这样一个处理之下呢 当然就造成的是 就是要把局面给拉高 而这拉高之后有漏票在手 但是他要想到是有一些反作用力 我们金门人呢其实对大陆那边 是比较有情感的 因为这是真是接近嘛 然后有很多时候确实有些血败关联 一一带水 但是呢金门出了这些事之后 金门献抚了很多人讲说 钱白捐了 因为前一段时间 在这两三天前 金门呢才透过金门红十四会 有一些人去到厦门 因为上次不是三无传吗 有两个死者吗 然后去慰问他家属 还捐助了一些钱 然后也希望说我们还有一个军官 调客被他们扣押着 能不能处理一下 以为说双方其实还可以谈一谈的 就马上他们才钱送了 你就抓了我们的人 他们就觉得如果这样子的话 面对中国这个状况 钱是白捐了 那其实这个情势里面只是针对台湾吗 慢慢的大家会看到说 其实中国从他的所谓的 新的海警三号令之后扩大在印太地区 在拉高他的一个局面 为什么呢 日本也说了在7月2号到4号之间 其实中国的海警船也去干扰了 驱逐了日本的两艘渔船 还有日本的速艘巡逻舰 然后呢 其实这100多天来 就持续在那边干扰了 然后我们就到菲律宾那边 人爱交啊 什么地方一直有这出状况 所以中国现在很可能是把他海警 当成第二海军 在这个灰色地带之下 不断的制造印太地区 我们这些国家的一个干扰 和一个复杂的形势 那怎么去面对他呢 所以刚好呢 现在这个时候人就讲说 其实这个时候的环太平洋军演 至关紧要 总部就设在台湾山的一个太平洋论坛 他的执行长就突然讲说 环太平洋军演成功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保护台湾 对台湾最有力的一个威慑力量 因为其实环太平洋军演 其实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 这些29个国家 跟美国的战子通勤 还有无人机的一个指导 因为他们这次会出动 大量的无人机 地域景象可能也会做一个预演 然后无人机以后 A舰B岛 C舰D岛 就是可能是日本的军舰侦查 意大利的军舰攻击 这样一个战术和整个战子通行的联合 到时候真的你中国要的事 整个美国和盟国 是有一个已经训练好 而且统一作战的人力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冠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